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 超过结核病 艾滋病和瘧疾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 如果不对吸烟流行状况加以控制 到2050年 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300万 烟草正在无形之中侵蚀着中国人民的健康 全民戒烟 势在必行 人口栏目烟草调查特别报道 与您共同关注 戒烟风暴开始了 从今年6月1日起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 按照条例规定 北京所有室内公共场所 室内工作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将全面禁烟 如此空前的大范围大力度 让这一条例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史上最严控烟令 然而对于这样一则控烟条例 北京市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认为这个条例肯定很好的 而且是很必要 很及时的 尤其公共场所建议也太应该了 我非常支持 因为烟不仅是你自己的事 然后你也会影响到旁边其他的人 包括一些孩子还有老人什么的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 大多数市民都对条例 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 但其中也不发一些不同的声音 不支持也不反对吧 我觉得他们已经抽习惯了 抽一个人解解法 我觉得也无可后悔吧 那我不抽了 我记了 我跟家抽成吧 我在家抽我手行吗 你甭我抽一条例 除了约束烟民的抽烟场所之外 条例还明确规定 净烟场所的经营管理者 有义务设置法定净烟标志 不提供烟具和附有烟草广告的物品 发现吸烟情况积极劝阻 没有依照条例旅行控烟义务的场所 将受到消费者的投诉举报 最高罚款一万元 针对这一措施 我们也采访了相关经营场所的负责人 这措施不错 净烟是不错 公共场所你不让抽烟 净烟真不好说 特别七万事我们真管不了 但我个人理解就是规定 跟现实总是有出入 我估计这个东西不是一时百花能做到 就监管方面太难了 你餐厅这么多 然后你在那里面就餐 也就是一个小时时间 很多人表示控烟是一条很长的路 也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但正是因为这样 它才更需要大众的共同理解 参与和自觉支持 然而有些烟民朋友 却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尽管有控烟条例的限制 他们还是控制不了吸烟的需求 在公共场所吸烟 为了支持控烟条例 唤醒大家的共识 很多充满正能量的志愿者 已经开始付诸行动 这个名叫陈小葵的年轻人 就是其中一员 吸烟有害健康 这个是世界公认的 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 一起在足够的控烟 检烟 最后达到无烟的这个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走出来 就是第一波 就先达到控烟的 室内控烟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先驱者 如果是先驱者的话 肯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多一些 陈小葵是北京化工大学 大二的一名学生 为了北京市的无烟环境 他作为志愿者 带领二十多位同学 做了大量的控烟宣传工作 在人工量比较多的地方 吸引一些学生过来参加活动 然后劝导他们不要吸烟 二十次控烟 开始了 除了在校园 号召同学们控烟之外 他们还经常到学校周边的 理发店 餐厅等公共场所 做控烟宣传 然而最严重的二手烟环境 却是最难控制的地方 网吧这一块的话 是最严重的地方 你一进网吧 你就能感觉到那种烟雾缭绕 所以说网吧 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群体 也是我们特别想 做到的一个目标 就让网吧那些人 慢慢地控烟 到最后地进烟 为此 陈小葵和同学们 做了许多策划和准备 让他们开始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候 却发现这比他们的想象 要艰难得多 他们说的就是他们不做这个东西 就直接一句话就拒绝了 就让我们出去了 被轰出来了 就完全就不让 我们都不能进去了 就不让我们做这些宣传活动 在一次次失败之后 这群年轻的志愿者 会不会就此放弃呢 这没关系 我们多做 一次不成我们两次 两次不成三次 凭借着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今天陈小葵和同学们 又一次来到了网吧 经过他们的耐心解释 这一次网吧的负责人 终于配合了志愿者们的控烟宣传 他们经常会来这宣传一些 就是说什么金烟的活动 比较有正能量 为了告证每一个上网的人 不要在公共场所内吸烟 志愿者们把这里所有的电脑桌面 全部都换成了控烟的图片和标语 这些大学生肯定就是说 有的时候他们过来做这些公益的宣传人们 也会对我们这起到很大的帮助 也许陈小葵他们 只是控烟志愿群体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在这背后 肯定还有很多我们并不知道姓名的人 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默默地为北京无烟的明天做着努力 我们相信只有大家都参与其中 自觉约束互相提醒 才会为我们每一个人 营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空间 首先是店里边这个禁烟这个标识 想做出来 再然后就是遇到一些就是吸烟客人的 尽量去劝阻 我们措施是不提供烟钢 如果客人要的话我们会提醒他 从6月1号开始国家已经规定 公共场合一律不准抽烟 很显然在控烟条例正式实施之后 这股控烟风暴便开始刮了起来 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市民和经营场所 都做好了在公共场所进烟的准备 这就意味着在公共场所内 烟民朋友若再想抽一根烟 将会比以前困难得多 而且遭受的指责也会更多 其实大多数烟民朋友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但是他们仍然下不了决心戒烟 也许这一次新条例的出台 就为他们戒烟提供了一个最佳时机 什么国家号召从6月1号开始戒烟 我也想戒 有这些 我们也打算戒烟 少吸烟对瞬间也好 如果有政策抽烟罚款 我一定记得了 现在想戒了 对孩子有分离分啊 也是对他们的分负责 就这样原本被动的控烟禁运 在瞬间转变成了大面积的主动的戒烟风暴 可是仍让我们疑问的是 香烟真的那么容易戒吗 真的能说戒就戒吗 对于这个问题 家住望京社区的台球厅老板 吕兰镇似乎特别有发言权 有这种想戒烟 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找不到一个很有效 很正规的一个方式方法 而这种困难和痛苦 对于大多数想戒烟的人来说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抽烟呢 确实是不好 特别是老年人 更不应该抽烟 记不了 关键是记不了 想过去也戒过 戒不了 就是不抽烟 忍着烟 仍然有戒有半个多月 一个月 那么香烟到底是戒得了 还是戒不了呢 事实上还真有人 能把烟给戒了 不说别人 就是吕兰镇 那八十岁的老父亲 就成功地戒了烟 我那次去让他烟抽 他说我不抽了 戒了 我一直在开玩笑嘛 到今天 吕大爷的烟 已经成功戒了一年半时间 可是吕兰镇 却始终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不相信 因为他这一辈子 他抽了62年的烟 你想想 62年的烟民不是六年 我不知道是什么 让他有这么大的决心和毅力 能把这个烟解掉 为了能够找到老人戒烟的方法 我们跟着吕大爷来到了他的家 一探究竟 有时候一般平常我得两盒烟 平静起来我一人都得两盒 没有两盒四十颗 没有两盒烟不行 六十多年的烟灵 一天两盒的烟量 怎么说戒就能戒呢 吕大爷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现在老伴经有病 我压力也大 压力大 就是我岁数太大 经不住折腾了 吕大爷告诉我们 大娘身患糖尿病 去年还刚做了心脏指甲手术 很多生活上的细节 都需要她亲自照顾 但是抽烟对她身体带来的危害 让她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没进烟以前进盒子 自己闻自己 你愿意活着不愿意 老伴这样 你要带有点毛病 我们俩怎么办 所以我就记得 说记就记得 谁让我我也不抽 到现在我也不抽 进烟以后 有好的鱼的一面 还健康了 越活越年轻 你看身体满 原来 吕大爷的戒烟秘诀 就是对家人的爱 和说戒就戒的决心 所以如果烟民朋友 想要戒烟 那么就先问一下自己 到底有没有决心 有没有对家人的爱心 然而 很多人还是会说 就算自己下了再大的决心 就算再有爱心 也无法彻底把烟戒除 我也曾经记了抽 抽了记 就是反复的复兮 记不了 小抽了一辈子烟 没办法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我们走访了中日友好医院 烟草病学 及戒烟中心的萧丹医生 吸烟成瘾是个病 这个病呢明确的表现之一 就是明知有害 继续为之 他们也不想吸 但是它控制不了 自己对烟的那种需求 在那种时候吸烟呢 也就是吸食烟草中的尼古丁 是它一个生理需要 肖医生表明 这种对尼古丁的成瘾需求 与饥饿对食物的渴望 口渴对水的渴望一样 单纯靠意志力很难戒除 那么到底如何戒烟 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呢 就是说他自己要想好 他自己为什么戒烟的这样一个理由 所谓理由就是要像吕大爷一样 一定要打开心理防线 真正的去面对和接受 吸烟有害健康这样一个事实 为了能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 吸烟的危害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用一台可以模拟人体吸烟的机器 把烟吸到白色的绿膜里面 为方便对比 我们让第一个孔道抽一根烟 第二个孔道抽三根烟 不知最后这两个孔道的绿膜 会出现怎样的不同变化 实验结束 原本洁白的绿膜 被吸入了很多深色物质 而这包含了烟草里面所含的 尼古丁 胶油 69种致癌物质和几千种化学物质 很明显 吸烟根烟和三根烟的区别 很大 而如果常年抽烟 每天抽一两盒烟 人体的肺部 就会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 所以如果想要戒烟 首先就一定要坚信 吸烟有害健康 那接下来还应该怎么做呢 当初吕大爷下定决心戒烟时 把家里所有跟烟有关的物品 全部都处理干净 完全切断烟源 所以说戒烟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戒猿 帮助自己更有毅力和决心与烟草隔离 然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 还是有很多烟民朋友重新复习了 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 相信很多人在戒烟过程中 都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要准备好 比较体面的 能够拒绝别人淹的这样的话语 比如说我已经不舒服了 或者说我已经跟我姑娘保证了 我就淹就是不息了 是吧 它也有有向的这样的理由 让别人真的诱惑它的时候 它能够说出来 肖医生建议 也许第一次拒绝别人的诱惑并不容易 但是只要坚持几次 当朋友们慢慢接受之后 避免复息就会越来越容易 实在忍不住 还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比如健身 游泳 打球 或者吃东西 可是有些烟民朋友觉得 这些都不难克服 但是有一个最难克服的事情 却是他们最终戒烟失败的关键所在 看不到别人抽烟 只要别人抽烟也闻到烟气 心里能打扰 它会有很多像的阶段症状 比如说就是这个烦躁 总是这个发脾气 然后有的人甚至抑郁 那么严重的甚至手抖 口腔溃疡等等 有些人是把这些症状当作疾病 其实它是戒烟过程中的 非常正常的一个阶段 那一般人在戒烟之后 一到三个礼拜最严重 以后就随着时间的延长 会慢慢地减轻或消失 而对于那些烟瘾较重的烟民来说 单靠自己的意志力和努力 是无法戒烟成功的 而对于一些烟瘾重的人 那么可能就应该到 医院的戒烟门诊 去找医生 用一些个性化的戒烟方法 包括戒烟药物 这样的话这个烟可能再容易戒掉 吕兰镇就是如此 虽然她也曾戒过几次烟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彻底摆脱烟草的侵害 这一次她来到了 中日友好医院的戒烟门诊 我感觉真的必须得把烟戒了 不管是为家庭 为社会 其实什么都不为 就为自己也为 萧医生告诉我们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 要想彻底戒除并不简单 所以如果我们的家人决心戒烟 一定要给予她足够的鼓励 和支持 对于家人朋友来讲 如果她在戒烟的时候 要给她多一些关心 多一些帮助 多理解她 多支持她 不要打击她 对 她每减少的每颗烟 其实都都是通过努力 她才能够减少的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进步 就要继续鼓励她 继续去尝试 继续去坚持 5月31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无烟日 这天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 和我国主管戒烟工作的领导 在北京共同参与了一场 关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4条 也就是关于戒烟条例的国际研讨会 来自亚太区的十几个国家代表 出席了这次会议 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全面实施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一个决心 和一个行动 然后当然最直接的受益 会是我们的公众的健康 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 意识到戒烟的重要性 然后就寻求帮助 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 北京将正式实施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我们就希望广大公众 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 主动承担起劝阻 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为的活动 特别是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要主动承担起劝阻 吸烟的责任 只有大家共同参与 那么才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相信 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措施下 更多的烟民朋友都会下定决心 通过科学的方式 在医生的指导和家人的支持下 解除烟草 让我们共同携手 保护他人 爱护自己 我建议不可以 请停止 我建议不可以 请停止 我建议不可以 请停止 保护他人 保护他人 经济学习 我建议不可以 未经议不可以 我建议不可以 我建议不可以